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8月26日 今天是星期五 我們這一節要講一節 中國大陸 對著台灣 軍演 之後就是有後續 日本對於 中國大陸 直辭 就是軍演 然後就把這個 彈道導彈 射了下去 日本的經濟專屬區裏面 這件事 引起日本強力反彈 日本 決定要部署 一千支反艦飛彈 就是要 反制中國大陸 我們這一節會嘗試跟大家 詳細講講相關的內容 到底中國大陸 軍演 是 獲得勝利還是 玩出火呢 現在細心想想就知道 不單止 有美國 是敵人 現在 使得日本 需要部署更加多精準武器 對準著中國大陸 我們這一節一起嘗試跟大家研究相關的事件 造成的後果 我們繼續講下去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升旗易得道 升旗易入報 還有後備頻道 升旗易新聞集團 希望大家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記得打開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無限烤大法 提醒大家 記得8月31日就是831集會 開始時間也是6點 在 Parlament Square 倫敦 大笨宗 即是西敏寺對出的草地 也就是 上一次6月12日612集會的時候相關的 地點 應該 袁爸爸這一兩天應該是 明天應該就會來到英國 我們就會跟袁爸爸 在8月31日出席相關活動 希望大家就注意了 日本 《毒賣新聞》報導 說這個日本正在打算在2024年 就是要開始 部署 1000支 反艦導彈 大家計算一下就知道 這一堆 一千支反艦飛彈 這些是改裝了的型號 原本的 就是一些叫做12式反艦飛彈 現在將那個相關的射程就是 增幅了 現在 相關的反艦飛彈 可以射到就是1000公里 日本也說明 他部署的是反艦飛彈 他不是 針對對方的基地 換句話說 其實相關的導彈 是有這個地對地型號 他部署的是反艦飛彈 針對的是對方的航空母艦 以及船艦 這件事很明顯是針對著中國大陸軍演而來 日本打算 報防的地方就是 沖繩縣 無論是西邊還是南邊 我們上一次也跟大家說過 這個 沖繩縣的石環島 外面就是波照間島 這個 上一次的 解放軍軍演 那個彈道導彈正正就是落在 這個波照間島 對開的海域 也是屬於 日本的經濟專屬區 最南的島就在石環那邊 最西面的島在哪 最西面的島都是在這裏 無論是最西還是最南 都是在這堆島附近 最西面的島 叫做宇那國島 宇那國島 天氣好的時候 在最西面可以看到台灣 現在日本正正就是要把他的反彈飛彈 部署在這些地方的 附近 又或者部署在這些地方的 島上 而這些島 正正就是中方 最大威脅的地方 這些島 大家可以看看地圖 你會知道 跟台灣非常靠近 之所以 解放軍的炮火在演習的時候會落在日本的經濟專屬區 這個也是因為 日本的最西南面 基本上就是非常靠近台灣 除了在這個西南 這些島嶼上面部署反彈飛彈之外 也都會將它 一直延伸 換句話說整個沖繩 乃至 去到 鹿兒島 換句話說 把那些反彈飛彈部署去到九州 你看看就知道 其實這個 正正就是 日本的島鏈 把那些島好像鎖鏈 捆綁在一起 任何船艦 尤其是中國大陸 解放軍的船艦 正正就是要瞄準他們 從地圖計算 你會發現如果日本部署的這些飛彈 是去到一千公里的話 實際上涵蓋的範圍 已經是去到 整個 就是大連 大連也成為了攻擊範圍之一 原本的12式飛彈 射程只有 短短200公里 當然200公里其實也不算短 但是對於中國大陸來說 200公里 日本離去太遠了 對他構成不了 直接威脅 但是如果日本 將 新式的12式飛彈射程1000公里 的這些反彈飛彈 部署了 在相關所說的地方 包括石環島 宮古島 沖繩 還有幾個島 大家可能比較少聽一點 一個叫做嘉守納 一個叫做鵪尾大島 還有六兒島 六兒島不是一個島來的 六兒島是一個地方名 六兒島 就在九州 你只要看回地圖你就會知道 這個是徹底的日本島鏈來的 換句話說 到處都有 日本的炮火 瞄準著你 所以 日本的軍事報防 將中國大陸的海軍 徹底 封鎖 在中國對開的海域 不能夠 突破日本的島鏈 而這個戰略是相當明顯 這個也是一個很明顯的 要回應 解放軍最近對日本的挑釁 解放軍不單止 就是在軍演的時候 刻意挑釁日本 本身未軍演之前 其實中國大陸 已經不斷在釣魚台附近 不斷野事生非 不斷派遣解放軍的軍艦 穿越公古海峽 還有石環島附近 所以中國大陸基本上 就是不斷向日本 就是所謂挑機 再令日本更加覺得不安的 就是中國大陸今年 嘗試 火同這個世界 現在最大的侵略者 俄羅斯合作 跟俄羅斯 一起軍演 就是十幾艘軍艦 一起 穿越這個羽納國島 就是我們剛才所說的 日本最西面的島 還有就是宮古海峽 這件事 徹底就是觸動到日本 日本認為他現在 已經不再是挑釁那麼簡單的了 實際上 那種 狀態簡直就是明目張膽 簡直就是火同還俄羅斯要來對付日本 所以 日本已經不能夠再坐視不利了 當然啦 再加上近期的世界局勢和政治 再加上 日本的這個首相 安倍晉三 就是遭到暗殺 每一件事 都在醞釀 就是一個重大的衝突 歐洲 美國未跟中方爆發大衝突 在亞洲這一邊 衝突 很明顯正在醞釀中 當然我們沒有人知道什麼時候衝突會發生 但是很明顯你可以看到 每一件事正在醞釀 每一件事正在升級 所以這裏也有提外話 再跟大家說一次 應該要做好準備 當然我們做多少準備 都是不夠的 所以 不做 更加不夠 做了也未必夠 其實我們應該 盡力 爭取時間 有什麼事盡量做多一點 假如在未來 這個中國大陸的霸權 真的要跟這個世界的文明 去做一個衝突的話 無論情況是怎樣也好 我們 一定是需要去把握的 把握到我們沒有人知道 完全不預備 就會 重蹈很久之前的 複設 我們也不希望 再來多次 說人家有槍有炮 我們什麼都沒有 人家有訓練 我們什麼都沒有 19年 發生了 沒有理由我們下一次又說相同的事情 所以 做好預備 是很正常 是不是 有沒有軍火 不知道 有沒有需要香港人動手 不知道 但是你又沒有軍火 又 要你動手的時候 你又不能動手 那你就有什麼事情有 到時候才會後悔 真是不禁問一個問題 香港人又或者人生有多少個十年呢 到底要輸多少次 不要說輸還是贏了 要後悔多少次呢 我們也同意 現代的軍事 很大程度上是裝備的使用 不是 鬥純粹的體力勞動 但是 基本的體力勞動 還是需要 我們已經解釋過很多次了 就算是先進到好像 烏克蘭的戰場 有那麼多先進武器 地面部隊依然有很多重要作用 就算你是海軍也是一樣的 海軍 你以為在用先進武器 你什麼都不用做嗎 不是 不好意思 你在船上要跑來跑去的 因為有很多不同的儀器 需要操作的時候 你還是需要很大的體能 要跑來跑去 在艦橋之間穿梭 所以除了要懂一些器械之外 基礎的訓練還是需要的 就算用 最新型的武器 用導彈 用導彈沒問題 導彈當然是不用體能啦 自己懂得飛 但是 你要去找目標 要定位 要出動 輕型無人機的時候 你也不要期待那個輕型無人機 可以在你的陣地 飛五、六十公里 飛到敵方陣地 肯定是不行的啦 你那個無人機哪有那麼厲害 飛不到那麼遠 當然還是需要 偵察部隊 烏克蘭彈仗正正就是這個情況 還是有大量的部隊 佈置在前線 負責 做定位工作 所以呢 其實那個 基礎的陸軍訓練還是相當重要 所以就是 與其給自己很多不同的藉口 不如問問問自己到底有甚麼訓練要做 哪怕是最基礎的訓練 也都應該要做 我們這一節說日本的部署 暫時說到這裡 我們相信將會繼續有下文 到時我們跟大家 繼續跟進 不過現在的構想也說的是2024年 換句話說 日本 已經預備了 一定要 跟中國大陸來抗衡 我們這一節先跟大家說到這裏